猛吧和切豆腐似的 T300B在这里 上期视频咱们介绍了T200 这期咱们看T300B 它还有一款叫T300A 模样和这个T300B一模一样 T300B呢是双工位的 可以插两把电烙铁手柄 T300A是单工位的 这是它所适配的四款不同型号的手柄 T12 C245 C210 C115 还有两款不同模样的烙铁架 这款是纯铝的铝块 这样挖出来的 挺沉的 这是T12的烙铁型 245的 210的 115的 这个烙铁头不合适的话 可以到它家里另外选择 或者是到市面上另外选择 这个和市面上是通用的 通用性比较好 把这个拿过去 咱们单独看它 这个非常有费量 咱们直接上秤 称一下 1976.9克 为什么这么重呢 它里边供电用的不是开关电源 而是环形变压器 咱们看前面 2.8英寸的IPS屏 条件用的变码器 这个是支持PD65瓦的快充输出口 可以给设备供电 也可以给手机充电 220V输入 内置一个保险 上面是开关 接地端子 双工位手柄接入端子 插入两个手柄 开机 自动识别 左边C115的手柄 右边C245的手柄 这个双工位怎么调呢 你看现在 左边是框起来的蓝框 想调节右边的话 双击 按两下 这就是右边 这样可以调节温度 211 220 下面是三个预制好的 快捷温度键 按一下 看350 再按下 到450上了 再按下 又到200上了 这三个温度 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 在菜单里可以调节 上面显示是实时温度 下面是设定温度 上面显示开机时间 这个5.2V零安 显示的是 这个Type-C口 现在的状态 比如我插个T80P电烙贴上去 插上去 你看它自动变成20.2V了 拔掉 咱们进入设置菜单 长按编码器 往下按 好 进入设置菜单 界面模式 然后进去看看 刚才它叫标准模式 然后曲线模式 咱们选择曲线看一下 然后再长按 出来 这就是曲线模式 一次显示一个手柄的状态 现在显示着 这不C115 双击 显示的是另一个C245手柄的状态 这边是实时温度 下面是设定温度 下面是温度曲线 上面是供电电压 电流 功率 内部温度 2.8欧 烙铁头的内作 再次长按编码器 进入菜单 然后看 第二个 温度不进 这个可以根据自己需要来调节 T1设置 咱们不是两个手柄吗 1和2都可以单独设置 设置方法是一样的 内部菜单也是一样的 休眠温度 休眠时间 待机时间 快捷温度 快捷温度2 快捷温度3 这个都是根据自己需要来调节的 这个都是根据自己需要来调节的 T2设置 刚才说过来和T1是一样的 语言选择 背光亮度 温度单位 分明器 音量 其他 进到其他里边看一看 自动关机 然后开机动画 开机动画可以导入你喜欢的动画 改天咱们导入一下试试 这个是RGB这个指示灯开关 就是编码器转动的时候 你看这不是亮吗 就是这个灯 Boot模式 就是插油盘升级 或者是导入开机画面 时候要用的 恢复出场 版本信息 就这些了 操作还是挺简单的 试一下划息速度 开机 这是C115的烙铁手柄 开始了 看 网圆 碎尖 再试一下245的划息速度 这个都很快 开机 logo出来之后 开始计时几秒钟 看 这边 网圆了 花了 现在它插到这个 无锈插座上的 这才能显示功率 最高把它晒成到500度 咱们直接 看一下 功率 最高能达到162 刚才显示162 咱们看一下它的画息表现 这个是个膝块 膝块太大了 但是呢 你看 这还是切下来了 看到了 像这种呢 可以换大点的烙铁头 咱们换个大马蹄 把这个卡进去一拔 然后拿出个大马蹄 这市面上买的大马蹄啊 直接插上去 看一下啊 同样是这个锡块 看 秒画 看到了吗 秒画 再换一个 所以说大看点的时候 你可以用 这种大马蹄 看到了吗 看这温度 还没传到我手这儿的 那个热度 你看都把它画下来了 厉害吧 行了 不能拿了 太烫 好了 功能介绍完了 这两款呢 基深都是金属的啊 至于怎么选 这个你依据自己的使用环境 自己的使用习惯和预算来选择 假如你在我橱窗里买了 正点原子的电烙铁啊 包括T80P电烙铁 你如果需要购买这种电烙铁头 你可以私信我 我可以跟你说 在哪能买到 好了 咱们下期见 拜拜 拜拜